我们再来看女单上半区 头号种子陈梦和三号种子孙颖莎 在下午的四分之一决赛中遭遇苦战 陈梦在对阵德国选手索尔嘉的比赛中 开局不利 以9比11和10比12先丢两局 好在之后的比赛 陈梦及时做出调整 连赢四局 大比分4比2逆转晋级 小魔王孙颖莎 与韩国小球手徐校园的比赛 同样是苦战六局 最终4比2成功翻盘 闯进四强 半决赛 孙颖莎将对阵陈梦 两人将争夺一个晋级女单决赛的名额